放眼望去 现场一片焦黑沙巴亚碧肝板跟底上传出火灾 十间木屋被烧毁 居民因为火灾无家可归 刺激助攻勘灾后送来慰问金成了几十玉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有妈妈和爸爸 所以我们都不努力 谢谢大家 我非常值得帮助爸爸和我去学校 尤其是一种可能性 我会努力保护她 保护她 大火后居民成了灾民 却不影响爱心 听到志工介绍 竹童岁月汇聚善的力量 乡亲们马上响应 无情大火烧毁防射 却也牵起彼此忽住精神 大爱新闻无永馈 李吴凤 马来西亚报导 有一位71岁的老先生 连续八个月每天不停地打嗝 看了很多家的医院都治不好 严重地影响到她的日常